依据传统习俗亲人过世之后 家属通常会把王者生前最喜欢的物品入关陪葬火化 而其中不少材质在焚烧火化时容易产生带傲心 或者是不同的有害有毒气体 同时骨骸也会遭受污染 因此捷安相公所呼吁 陪葬品要分项减量 以行动守护大体捷径 也维护永续家园环境 为了强化宣导陪葬品分享并减量 永续家园环境共好政策 捷香公所日前 特别在慈云山火化厂办理宣导作业 透过认知互动帮助乡亲辨别不适宜的陪葬品 可以放可是要减量的就是贴黄色的 然后完全不能放的就贴这个绿色 那我们既然香火化厂近期 我们争取到我们中央的经费的预注 总计有1亿320万的经费 来改善我们的火化炉具跟我们的空污设备 那如果说陪葬品过多的时候 会产生大量的带奥心跟很多的污染源 那相对的也会减少我们的火化炉具的一个 使用的寿命 更加深了我们的同仁的一个工作量的负担 而乡长游淑珍也邀请兵葬离业者 一同担任宣导大使 在第一线向民众宣导陪葬品减量 守护环境爱地球的重要性 一般我们宣导家属家属都可以接受 那我们会 上一公会这边会尽量的辅导他们 既然慈云商火化厂承载起 整个北花莲六个乡镇的火化工作 每年有2200多位的 这个长者会来这里 来进行最后的人生的圆满 但是呢在我们近期发现了 的陪葬品过多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塑化的东西 包含了帽子鞋子 还有金属类 火化之后会造成骨骼 的这个残留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附着 所以在这里再次宣导 进行让大家都能够了解 不管是陪葬品 或者是我们给予的这些莲花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金属过量都是不移的 而且会造成我们呢 在火化上面的一个负担 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近年积极推广环保执障 采不立碑不列明 让先人入土为安 与大自然融合安享 而乡亲的接受度也逐年提升 去年度的申请人数 更超过400位以上 公所会持续推展 各项以人为本的生命礼仪建设 让所有家族子孙 都能安心安丰仙人 同时也让花莲的好山好水 美丽永存 记者徐立青 吉安相报导